感谢主 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主乐 就是2022年的第一个的主乐 我们知道在2021年虽然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但是当我们回顾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无论在2021年我们有遇到这个的低谷或者是高伤 无论日子如何呢 神加给我们的力量也如何 我们也确信呢 我们相信天父是心识的 他心识地来引导我们走过所有的旷野 所有的试探和考验 而且祂以怜悯和慈爱来引导我们 阿们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走过一些死云的忧果 但是神能能给我们看到 带领我们在一些青草地上 感谢神 阿们 所以在31号的那个我们2021年最后的一个晚上 我们有一个数算神恩典的一个聚会 在当中呢 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分享当中 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 哇 许多的见证 我们看到这位神是神奇的神 在弟兄姐妹分享当中呢 哇 我们看到神是一位行神迹的神 哇 我心里面充满了一个的感恩 所以呢 哇 当中呢 我们会听到有医治的 还有一些财物的 神怎么样祝福的 还有我们看到有生命突破的 等等 哇 我看到我们在当中呢 我相信如果里面有参与在31号晚上呢 我们心里面都充满着感恩 哇 我们看到神真是一位信实的神 阿们 if you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31st you will realize how great God is and you'll be filled with gratefulness 我们看到 哇 生命他们分享里面那种挣扎 然后神怎么样给他们的突破 we witness the struggles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face and how God blessed them to overcome it 哇 还有很多关系上的修复等等 there were restor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relationships 我能够只有一个字来形容说 神是信实的 阿们 there's only one sentence to describe this whole God as faithful 好不好 跟哥比说 神是信实的 tell the one next to you God is faithful 阿们 因为神呢 祂做工 祂是没有停止的 阿们 for God never stops working 祂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祂是继续不断地在做的 阿们 而且祂是供应我们的神 and He is the provider 使我们一无所缺的神 阿们吗 and we lack nothing in God 所以在今年呢 新的一年 二零二年呢 弟兄姐妹 我要挑战大家 我们仍然有没有怀着一个的信心 盼望来展望我们的未来呢 so in the new year of 2022 do we still anticipate the future with faith and hope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得胜的神 阿们 we believe that God is a victorious God 好不好 跟哥比说 我的神是得胜又信实的神 my God is victorious and faithful tell the one next to you 阿们 神是带领我们是得胜 不但是得胜 而且是得胜有余的 we are going to be victorious and victorious 所以呢 我们要怀着一个的盼望和信心 来展望新的一年 so in the new year with faith and hope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特别是在新的一年 第一个星期 我要为大家 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祝福祷告 and in the new year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new year pastor would like to bless all of you 无论你在实体的 无论你在家里 线上的 我们都领受神的祝福好不好 在今年 whether you are here you are present here or you are at home watching this life may you receive the blessing of God Hallelujah 我就来一起为大家来祝福祷告 阿们 Let us pray Hallelujah 使得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宣告2022年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主 你一生都是我们的神 主 当我们依靠你 信靠你的时候 在新的一年里面 你带给我们有突破 有新的得胜 有新的这个的供应和祝福在我们的当中 主 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主 我们都除去救人 要穿上新人 这新人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 我们要宣告所有的过去 所有的失败 所有的不堪 主 都要成为过去的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得胜的 而且是得胜有余的 神你要带领我们走过走出一切 主啊 你的丰盛的道路里面 因为主啊 你告诉我们 你是那位祝福我们的神 你是那位带领我们得胜的神 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 好了 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领受你更多的恩惠 更多的祝福 更多上帝你上头来的同在 主啊 你的大人 你的祝福在我们当中 谢谢你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阿们 一起说阿们了吗 阿们 所以今天呢 我的主题 在今年新的一个星期里面呢 第一个星期 我的主题就叫做 遵行大使命 这个是很特别 对不对 因为新的一年嘛 阿们嘛 所以我们要有新的 一个好的开始 阿们 经文在哪里呢 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 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终结 哈利路亚 他的声音可以调大吗 好 感谢主 那这一段的经文呢 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大使命 就是耶稣他对教会的 一个最大的委托 也是他对教会的 一个最大的命令 如果教会 教会其实就是我和你 如果教会如果没有去遵行的话呢 教会就没有在地上存在的意义了 所以教会在地上没有存在的意义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换句话说呢 大使命它不是一个选择 乃是一个的命令来的 是来自自高者宝座的一个的命令 好像呢我们 叫做圣子对不对 It is like receiving an imperial decree 你们看戏都有看过吗 集圣子啊 I'm sure you've watched this in those ancient Chinese dramas you know where you receive the imperial decree 古代的确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That is just how it is in ancient times 圣子到集圣子 哇你一听到王帝要圣子到 每个人会怎么样啊 跪下来对不对 So everyone is required to new when you know before the imperial decree 哇战战兢兢的要跪下来 要听清楚对不对 They have to reveal the emperor's commands 然后呢那个人打开那个圣子了 然后他们他就讲了对不对 And then the eunuch will proclaim the decree 然后呢奉天成文 王帝久要 对不对 It will be hard to translate By the view of the heavens The emperor proclaims 然后就讲一 讲如何如何 然后最后呢 蔭旗 The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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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戏 哇然后呢戒指的人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就最后会讲什么呢 他说 戒指龙印 我王万岁万万岁 对不对 So those who receive the imperial decree They have to thank the emperor for the benevolence And then say Long live the king 今天我告诉你 上帝九月 Amen 相带九月 So today The same way God has issued His imperial decree 你们要去 使外民做我的门徒 Go Fu止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我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都要什么 都要遵循 Amen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V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spirit and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you Yamji And actually I am with you So the great commission is equivalent to receiving a decree from heavens 所以第一个重点 是什么 耶稣说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The first point is Jesus said that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as been given to me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上帝 要我们接受 一个命令 是我们根本 是没有办法 完成的任务 你说这个任务 是一个怎么样的任务 如果是神叫我们 一个我们 我们根本 不能够完成的 就是我告诉你 这个是一个 多余的命令 对不对 如果我们是 不能够 我们是力不从心的 就好像今天 我们能够举 五十基罗 但是 神要我们举 一千基罗 请问 可能吗 如果这个任务 是不能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任务 是让我们是绝望 是一个中单 是压死我们的任务 对不对 的确 一个人信主 我告诉你 他比登天还懒 你相信吗 但是你要听清楚 若不是圣灵的工作 人没有办法 去带领人信主 Amen吗 对的 使万民 做主的门徒 好像是对人来说 是根本 是不可能的任务 除非 神 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 如果神不与我们 同在的话 我们根本 这个任务 是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的 所以耶稣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大使命呢 其实就是我们 与神同工 Amen吗 其实是神在工作 是我们只不过是与祂 同工罢了 所以我再一次地说 上帝不是丢一个很减薪的任务 一个的命令给我们 而是要我们晓得 我们只不过是与神同工 完成本来是我们 不能够完成的 一个任务和使命 Amen 所以就是因为这一点 我告诉你 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我们可以放胆地去 去分享 去传福音 去分享见证 对不对 因为我们相信 当我们去分享 做工的时候 其实不是我们一个人 做工 是神 我们是与神同工罢了 Amen吗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分享 它不是只有我们 我们正在工作 我们正在工作 跟神 所以这个的 一定我们要搞清楚 你知道吗 不是我们靠我们 自己的口才 不是我们靠我们的人力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使一个人 能够信耶稣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 抓到这一点 我告诉你弟兄姐妹 耶稣说什么是 祂说什么是 所有的权柄 对不对 耶稣说所有的权柄 就是天国的权柄 圣灵的大人 属灵得胜的 这些的突破 对不对 哇 这些的神迹 骑士 或者医病 赶鬼的能力 对不对 在耶稣的身上 升过黑暗 权势的能力 能够 波乱反正的 那种的能力 对不对 意思是说呢 所有的力量 所有天上的 属灵的那些资源 对不对 所以耶稣说 这些的权柄 都在我身上了 但是你要相信 今天我们教会 我们每个人 都在耶稣里面 我们都在耶稣里面 我们也同样 领受这个的权柄 我们需要的 这些的资源 这些力量 都是有这种的力量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睡 你们要去 这个就是关键 你知道我们在台北 我们在台北 我们合作的 福音的否判 对不对 那边的教会 我们一直都支持 他们的 你们的宣教基金 我们都一直在支持 他们的薪水 你知道他分享 说他们怎么样 带领另外一个 村的人信主 他开始的时候 就是进去 这个村里面 去接触他们 他认识他们 成为他们的朋友 然后有一次 他们在打类的时候 这个牧师 这个传道人 他说 我要先祷告 我的神先 然后呢 他这三个基督徒 他们就跪下来 祷告 然后呢 其他他村的人 他就 看他们祷告 但是呢 那一次他们 在打类的时候 他们这一队 好像他打到 六次 三次 他说 他们的人 一个都没有打到 然后第二次 也是这样子 他说 你们的耶稣 很神哦 对不对 后来他们就这样子 整个村就信了 耶稣 你说 当 耶稣说 我们去的时候 他所有的神 其实都随着我们 你相信吗 这就是耶稣 耶稣 祷告 我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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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和神的事 然后他还告诉我 他开始第一个村 他们的人 信耶稣 是怎么样 信耶稣 你知道吗 他说 那个时候 他有一些人 他们就是每一天 追酒 每一天就躺在 又没有工作 所以他就 去探访他们 为他们 按手祷告 为他们 然后他们 看到的 这个 特别是一个 追酒 很厉害的 常常追酒 就是睡在路边的 所以这个人 就接受了耶稣 后来他 接受了耶稣 说他不再 酗酒 而且他 他开始 去工作 而且就买了 一辆 摩托bike 从一个 生命 这样子来 改变 所以 其他的人 就很想要 认识这回 的耶稣 我们去探讨 我们去 这个村里的时候 我们为他们洗礼的时候 那些 你知道那些 伯母 那些 巫婆 他们为他洗礼的时候 那些鬼 都被赶出来 他们在那边 发毒 然后我们就告诉他 你还有一些东西 没有拿出来 他真的是 把它藏在 那个物粮的东西 拿出来 那些 无数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些 鬼就 离开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整个村 就信耶稣 就这样子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听到 太多这些的 见证 对吧 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些人 好像很神奇 对不对 你想想看 其实呢 你也 岂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你可以回想 第一次 人家当你 跟你讲耶稣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怎样的 你是不是很激烈 很反对 很抗拒 对不对 然后呢 很奇妙的 然后神又派 另外一些人 又告诉你 你还是很抗拒的 对不对 所以直到有一天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信了耶稣 请问这个是我们的工作 还是神的工作呢 我们是与神同工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第一个很重要 当我们去做的时候 不是我们自己 是因为我相信神会动工 我们有这个信念 我们应该说 可能有时候 可能有时候你说 我的口才 我都不会讲 但是神做工 就是很奇妙的 我听过一个这样子的见证 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生 因为她听到一位 她不认识的一位男生 只是讲一句话 你知道什么话 哈利路亚 她就信主了 事情是这样子的 这个女生 她从小有去过教会 她跟父母去过教会 后来她长大的时候 她就没有了 而且她忘记了耶稣 然后有一天 她看到有三个男生 走过来 就是长得很英俊的男生 然后她就想吸引 这几个英俊的男生 要多看她一眼 然后等那几个男生过来 她就特别注意到几个男生 然后这个男生 其中有一个 走过来前面的时候 看着她说 哈利路亚 这样子话了 他完全不认识的 突然间她心里面 好像有一个的呼唤 神在呼唤她 她立刻回想到 她小的时候 有去过教会 她有听过耶稣 然后她一直回去 她想我要找教会 然后她就 她就回到教会 找到一间教会 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 做这个信主 觉知祷告了 请问是不是很神奇 好像是没有逻辑的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人信主不是我们的人 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器皿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 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我们只不过是撒 那个福音的种子 在她身上 时候一到 这个人 他就会信主 对不对 但是条件是什么 关键是我们必须要放胆 要放心 去分享 去传 对不对 所以因为我们相信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耶稣说 所有的权柄 都已经赐给我了 我们一定要确信 我们是耶稣里面 我们也同样分享 这份的权柄 对吗 这个的权柄 是最高的权柄 也是全宇宙 最大的权柄 他能够升过 黑暗的势力 胜过一切的拦阻 阿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 有一个这样子的信心 我们要放胆 然后我们要放心 去分享 阿们 然后第二个重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神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头 我们知道耶稣说 你去 其实就是要我们行动 对不对 它是一个动词来的 不能够说 我听了 OK OK 但是我没有行动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 对不对 所以好不好 跟哥比说 要去 我们知道在过去 这两年里面的疫情 的确打乱了 我们很多人的生活 对不对 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很多时候 我们都为我们自己的生活 的很多的担心 或者工作 对不对 很多的有利 然后呢 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又不能够 回到教会来聚会 对吗 然后我们发现到 这两年里面呢 我们发现到 人的心 开始慢慢地 懒散了 爱心也渐渐地 冷淡了 而且很多人 他们还是活在 那种的惧怕 担心 很惧怕这个病毒 对吗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在去年 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开始实体了 但是直到现在呢 我们还是看到呢 有一些人 还是很惧怕 他们不敢回来教会 他们宁愿不要服侍 但是很矛盾的 你知道吗 他们可以呢 现在他们可以 一家人出去 外面吃饭的 甚至呢 你平时在工作的时候 他们也在 那些咖啡店那边 吃饭 你吃饭 请问要不要打开 打开你的抹茶 对吗 然后你见顾客的时候 你在那边喝茶的时候 请问你喝茶的时候 要不要打开你的抹茶 我讲这些 不是要怪你 对不对 你不来教会 是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在心上那边聚会 但是重要的今天 我要讲是 你还有那种积极 那种的热心 那种爱心 积极参与 在传福音 在神的国里面服侍吗 是不是呢 我们已经在一种 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 在安全的区里面呢 我们摄取了这个 神给我们交代的 这个大使命 这个的意乡 对不对 心开始慢慢缆散 爱心也渐渐冷淡了 我们宁愿花很多的时间 在手机里面 我们花很多的小时 对不对 我们忘记了 但是神说 你去 去是什么 就是离开 离开我们的舒适区 离开我们的安全区 就是现在 目前我们 这个的状况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今天要挑战大家 在2022年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突破 对不对 我们不要再停留 在过去两年 那种的状况里面 主耶稣要我们 去离开我们的 这个的舒适 安全区 离开我们 在心里上的 那种的 觉得在 那种的安全感 神要我们 突破这一点 各位弟兄姐妹 的确我们 我们很理解 我们在这个困难的 这种的时局里面 我们基督徒 往往很多时候 我们只会想到 我们的自己 我们家人的需要 各位弟兄姐妹 我要挑战你今天 这个今年 2022年里面 我们的思想要有一个 的转变 我们不要再停留 再过去那种的思想 我告诉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 可以这样子来想 我们反而要去 传福音 祝福别人 Amen吗 为什么因为 耶稣他亲自 他应许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去的时候 他说的 他必 以我们 同在 对不对 所以如果 你看 主耶稣的 同在 会带来什么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说 耶稣 必 以我 同在 你可以想象 神给我们 同在 是带来什么 第一 我告诉你 神迹 其实要发生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想看到 你的空境里面 你要想看到 突破吗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 现在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空境中 如果你要看到 突破 你要看到神一启示 我们必须要 听从神说 我们必须要去 Amen 神去歧视 必要随着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 你相信吗 相信的 请说Amen 好吗 Amen 对了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去 祝福别人的时候 那个人领受 神的祝福和救恩 我告诉你 他经历神去歧视 同样的 我们也领受 神的祝福 Amen 你知道神的心 是一个怎么样的心 你知道吗 你知道神在 从创世纪里面 我们都看到 神的心是怎么样 当祂说 我要祝福你 让你成为 万国万民的祝福 Amen 不然祂祝福你干吗 他祝福亚伯 要让亚伯 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 Amen 祂祝福教会 要让教会 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 对不对 今天神要祝福 你让你成为 别人的祝福 你要记得 而且呢 你是越来越 得的丰盛 越丰盛越多 祝福越多 在你的身上 对不对 就是呢 一个好像 我们就看到 你一个出口 你的出口越多了 神就越 浇灌在你的身上 越多 对不对 你看到吗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去 传福你的时候 其实呢 你会特别看到 很多神去 祈祀发生的 很简单 因为神呢 会特别彰显 神其实在那些 特别是 不幸的人身上 当你去传的时候 祂借着你去传的时候 神迹就发生 在祂人身上 而且也在你的身上 对不对 你可以看在圣经里面 耶稣 祂传道的时候 请问有没有 神迹奇事 有没有管鬼 有吗 如果耶稣 只是传道的话 祂跟那些 那些律法师 那些文师 好像没有什么分别 对不对 圣经告诉我们 看到什么呢 是神迹奇事 随着他 来证明他 所传的道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在圣经里面 保罗还有那些 门徒 那些使徒们 他们也是一样 他们去到哪里 他们为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神迹奇事又发生了 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相信 神必与你同在 因为你是与神同工的 我们经历很多的神迹 特别是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知道有一次 我跟一个中学生传福音 以前我常常 因为以前我是在学生 我常常跟学生 就讲福音 有一天 哇 下着很大的雨 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 你祷告看 那个雨会不会停 我只是发出一句 很简单的 我说 你知道之后呢 我没有传福音的时候 我这样的祷告没有雨会停 我告诉你弟兄姐妹 我讲这个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见证 对不对 你要相信呢 你是因为神要透过你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的器皿 对吗 因着你能够带给别人的祝福 因为你是这样 神祝福你 让别人成为祝福 对不对 你操作一个个管道 你看 如果那个人得祝福 是透过你 你看 请问你能够得祝福吗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呢 其实你得到最大的祝福 你的喜乐 你的满足 那种的 没有办法讲出来 那种的爱 你是形容不出来的 我告诉你弟兄姐妹 今天你很多忧虑 你每天愁眉苦点 你只要去传福音 你相信吗 各位弟兄姐妹 我真的 我告诉你 这是真实的 你看到一个人 我告诉你 那种喜乐 你不知道从哪里 还是天堂来的 有没有试过 你整天在那边唱歌的 你越传福音 你越喜乐 人家看到你 怎么你不一样的 就是咯 我就不一样 我又跟你讲耶稣 对不对 就是你越讲耶稣 你就越喜乐 人家就看到 你真的不一样的 他真的也要听你 在讲你的耶稣 对不对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真的我们要相信 今年我们要有一个突破 这个突破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求上帝来祝福 但是你不要忽略 你要成为一个福音的 一个的使者 你不单是只是你心里面 那种丰盛 那种喜乐 而且你的缺乏 神还要供应你 对不对 资源源源不绝地来 供应给你 我告诉你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 你一个人 他越来到 就是来 来遵行大使命 神不会 停止 祝福在他身上的 这个就是神在 整个圣经里面的 原则来的 你可以看到 从亚伯拉罕 一直你看到 每个都是这样 让你要成为 万国万民的祝福 对吗 他一直浇灌下来 让你要成为祝福 阿们 所以各位 在今年里面 你不想要缺乏的话吗 我们就要来到 勇敢相信 我们与神同工 去传扬福音 对不对 你知道耶稣 他看到这些的人 他说什么 他看到这些人 他说呢 这些人呢 他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说 我要收的庄家多 但是做工的人少 对不对 你刚好 你可以想象这个图 神说 做工的人少 对吗 我告诉你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这首个就是灵魂 对不对 但是 从另外一个图画来看 我们收割的 我们这些做工的 我们也领受 丰盛 丰盛 的宝族 对不对 这些是在屋子上的 庄家 我们也能够领受 对不对 第三个重点是什么 我就必与你同在 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弟兄姐妹 他说 我就必与你同在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耶稣与我同在 我们就发达了 对不对 if God is with us who can stop us 阿们 你跟各位说 你发达了 各位弟兄姐妹 你想你的经济 要突破嘛 你就要去传福音 对不对 if you want to break through in your finances you need to share the gospel 因为耶稣说 我必与你同在 because God will be with us 阿们 就是说 当我们在扩展 神的国的时候 我们不停止 神就 神说 祂必与我同在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的话 我们就一无所缺了 well we don't stop expanding the kingdom of God God says that He will be with us and when He's with us we lack nothing 你看耶稣同在 是不一样的 with the presence the God when you experience the presence of God is different 你还记得 那个加拿的 那个魂烟 对不对 do you remember the banquet at加拿 你知道 因为有耶稣 在那个当中 because Jesus Christ was present 他们没有酒 对不对 they didn't have wine anymore 耶稣就能够 死水 编酒 对吗 Jesus could turn water into wine 你没有想象 如果他没有 耶稣同在的话 那个整个魂烟 就垮了 对吗 imagine the banquet without Jesus Christ that 有耶稣同在你 我们什么都不怕 对不对 门徒在那个船上的时候 他们很惧怕 因为有很多风浪 要打翻过来 他们船要沉 但是有耶稣在船上 耶稣救我们 耶稣撤着风和浪 风和浪就停止了 对不对 如果耶稣没有在船上 但是 我们要抓到 神的心是怎么样 你要神 每时刻都与你同在 当然我们在客观上 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 神是与我同在的 但是神的同在是 实实在在的事 特别是你当你 遵循他大使命的时候 神说我 与你同在 那个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同在是什么 我们是能够 能够体会到 好像有一个重量 在当中的 对不对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必与你同在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2022年 我们在新的年 我们新生命补种教会 我们有一个新的展望 神的大使命 是神最关心的事 也是我们今天 我们成为祂的教会 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事 所以神最关心什么 祂说福音要传遍天下 然后末期才来到 对吗 所以要完成 大使命的唯一方法 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用 所有的主板的智慧方法 来完成这个大使命 我们知道 全世界有70亿人口 对不对 上个礼拜说 但是广义的基督徒 他们有23亿 但是如果我们 只算11亿的基督徒 他们是重生的基督徒 意思是说 一个人对7个人 对吗 一个人对6个人 你看如果每个人 11亿的重生基督徒 他们每个人都传福音 一人只是一年 传三个两年就完成了 耶稣就回来了 神的国在地上了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传福音就是我们 今年2022年的 一个展望 过去可能我们忽略了 我们没有很够 积极的传福音 我们好像教会 好像在不冷不热的 状态之中 我告诉你 各位今天呢 今年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传福音 传福音呢 你要看到教会 信望唯一的方法 就是传福音 领人信主 真正能够 信望教会的方法 就是传福音 没有其他的方法 当我们看到 有量的这种的增长 然后我们也会看到 有责的这种的增长 我们看到人 越来越多 涌进教会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兴奋 都很热心 对吗 都有一种积极的态度 所以教会就会 大大的兴奋 所以 我挑战大家 在今年里面 我们一直都要 很刻意地去 想办法去传福音 对吗 但是我们要怎样 如何来克服 我们传福音的 心理障碍呢 很多时候说 牧师你对的 圣经讲对 但是我就是 不能够踏出这一步 第一就是 如果我们缺乏 心智和动力的话 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要 我们要看到 这个大使命 这个大使命 是带给我们人生 带来意义和快乐的 如果基督徒 我们今天 有使命的话 这个使命 带来我们人生 一个的意义和快乐 然后我们会怎么样呢 我们会保持 灵性的美好 然后我们有神 一种的 常常经历祂的 那种的 很多的见证 很多的经历 在我们的身上 对吗 就好像呢 我常常说的 神要祝福我们 让我们成为 别人的祝福 你要更多的见证 你就一定要去 传为一个 祝福的管道 对不对 你知道什么叫做 死海吗 在以色列 他们有一个死海 对不对 死海呢 它是没有生命的 对吗 它就是约旦河流到那边 它就没有流出去 它就在 群家那边死掉 但是加利利海 就是一个有生命 有生命一个的 供应的一个海 对不对 它是从越旦 那个黑门山那边 那条越旦 流到 这个的 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 有一条出口 流出去的 所以我们不要做 死海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 加利利海的基督徒 所以第二呢 我们如果缺乏勇气 怎么样办呢 或者是我们 缺乏我们的眼光 我们怎么办呢 告诉你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开始 从我们对人有关心来开始 其实 everything begins with being in concern for people 如果你过去 没有关心人的 你身边的人 你从来没有想到 传福音 今天你要想到 要先要关心他 从那个分享开始 Amen 而且为他祷告 对他有兴趣 当你的心 在对人有兴趣 对那个人有兴趣 你一定会 有一些 你会做的一些的行动 对不对 Amen 然后呢 我们如果没有勇敢的时候 我们祷告 上帝给我一个勇敢的心 然后呢 很重要就是 我们要建立 有余的那种 人际关系网络了 或者是你的同事 你的一些身边的人 你常常遇到的 或者是你在喝咖啡的时候 那个waiter 你常常跟他 有谈话的 对不对 我相信神会放在 不同的人 在我们的身边 然后呢 我们就去认识他 然后了解对方 我们建立那种信论 然后最后呢 我们有这种的 能够 他会听我们讲话 Amen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唯有 耶稣基督 才能够满足 人的终极的 那个需要的 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们缺乏 我们的见证 我们的人力 我们成功的经验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开始 反省在经验里面 我们要反省 我们的属灵的生活 我们的见证 这些的光景 Amen 我们要改变的 我们不要再过去 老样子 对吗 人家一听到 哎呀 这个人啊 是基督徒啊 哎呦 来到我的菜当 每次买一块钱 菜都拿我两条 冲回去的 哎呦 come to my my vegetable store buy one ringgit worth of vegetables still steal my spring army 买一勺香蕉 五块钱 他要减价的 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见证失去 我们要反省 对不对 耶稣基督就是 我们的 那个追求的 那个目标 对不对 因为我们 要求 成为 基督 然后呢 我们还要 接受 装备 如果有装备 我们教会 有一些课程 的话 我们要开始 要装备 对不对 刚才我说 我们是 与神同工 对不对 但是我们 与神同工 不代表 我们什么都不要学 对不对 我们很多人 会问我们 他们很有兴趣 对耶稣 他想 很知道 他会问我们 我们要懂得 怎么回答 他 你不要每一次 说 你问我牧师 所以你要接受 装备 所以这个 接受装备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些 如果我们有 错误的观念 我们不要有 错误观念 我一讲 人家就会信的 不一定的 然后呢 如果你多讲 他就不信的 那个也不一定的 更错误的是 你不讲 他会信 这个是更错误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有的态度 我们要 要晓得 对方的需要 我们持续的讲 到的时候 我们相信 神会工作的 然后呢 我们要相信神 我们要将 把所有的结果 要交给神 对不对 我们是靠着 圣灵的大人 单单地传讲基督 对不对 传福与分享 就好像撒种 你不撒的话 你根本是零 对不对 但是你撒的时候 就是一个零的突破 对不对 然后你越撒越多的时候 越撒就越多 对不对 而且呢 你的种子 去到哪里 你知道为什么 会吸引 农夫和水分 这些的 浇水和 撕肥的 对不对 阿们吗 那个农夫是谁 就是圣灵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农夫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撒了种子 他们在就 种子的地方 他会撕肥 他会浇水的 对不对 他不会随便 在别的地方 浇水和撕肥的 所以神就会动工 你就撒种的时候 神就会 在事后的时候 他就会撕肥 会撕肥 那边的浇水 所以我们不管 我们就是来到 传分就是撒种 阿们 所以最后呢 2022年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个人 今天呢 我们在小组 或者个人 我们要设立 这个的目标 谁是我们 传福音的 这个对象 我要跟神 怎么样立个月 最少我要跟 多少人传到福音 你越有信心 你就越向神 祷告越多 对不对 你说神啊 我要领 十个人信主 哈利路亚 阿们 最怕你不敢 向神求 因为这个是 神许悦的求 阿们 而且呢 而且呢 我们邀请人 来教会 阿们 所以记得 今天 今天这个星期呢 就是在 2022年的 第一个星期 就是要我们 去遵行 大使命 好不好 我们要遵行 我们要遵行 神的大使命 阿们 好不好 我们站一起来 我们来向神 来回应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来到 回应神 哈利路亚 我们让圣灵 继续地在我们 心里面说话 使得主我们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领受 你这个大使命的命令 这个就是 你对我们 最大的一个委托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打破我们的思想 意念 我们认为是 不可能的 或者我们过去 有失败的经历 但是今天我们 相信神与 必与我们同在 而且你说 我们是与你同工的 这个的工作 不是我们能够承担 但是因为我们 只是与神同工罢了 人能够信主 是因为神你的工作 哈利路亚 赞美你主耶稣 帮助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新生命复兴教会 补种堂 是一个传福音 遵行大使命的教会 每一个都要来到 为你来到 做见证传福音 感谢主耶稣 祝福我们每一位 奉主耶稣基督的 生命祷告 阿们 神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我爱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